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朋友讲赵理说事 咱们上一期节目讲了 为了规避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欧盟推出了自己的instax系统 这是一套绕过swift美元集团系统的以物易物的交易系统 这套系统相当于就是统计一下欧盟这边要进口的商品和要出口的商品 然后让进口商把钱付给出口商 然后伊朗那边也做同样的统计 做同样的操作 这样一来相当于钱并没有在欧盟和伊朗之间实际流动 流动的只是商品货物 但是咱们讲了 以物易物的系统因为交易的品种很少 只有药品 农产品 医疗器械等等这几类商品 而这几种商品的进出口差额很大 如果这样以物易物很快就会维持不下去 很多人就提出来 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国家邀请进来 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商品纳入到这条系统中来呢 没错 如果这样做的确可以解决进出口差额的问题 相当于在世界上重新搭架了一个绕开美元的结算交易系统 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欧盟搭建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为了让欧盟的企业都能躲开美国的制裁 但是美元结算系统只是美国人手里的一件武器而已 能避开这件武器不代表美国人就不打你了 要知道美国人手里的武器还有很多 美国之所以敢于长臂管辖 制裁这个威胁那个 根本原因是它有着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 有着最强大的军事实力 还有着最强大的盟友体系 欧盟之所以系统都搭建好了 却只敢把药品 医疗器械 农产品 这些人道主义相关的产品放进来 而不敢把伊朗贸易的重头戏石油天然气放进来呢 根本原因就是他不想激怒美国 这一点从美国事后的表态就能看得出来 美国驻欧盟的大使就说了 任何利用instag系统进行非人道主义活动之外的交易 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如果美国发现欧洲企业通过instag系统 进行人道主义之外的交易 美国就会将这些企业从美国市场 从美元结算系统中给踢出去 这样一来 你再搞什么系统也不可能躲得开 不仅是欧盟企业面对美国的压力 并不敢越雷迟一步 这个instag系统也是需要进行结算的 即便你这个欧元不用真实的在欧盟和伊朗之间流动 但你也是要通过银行在欧盟内部的各个企业之间流动 现在instag在实际运行中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是现在欧盟的各家银行都不敢去做这个欧元的结算生意 你可能会说了 我结算的是欧元 这跟你美元有什么关系 美国的确不管不了欧元 但是它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经济霸权 去制裁那些参与交易的欧洲银行 别的不说 美国只要把你从美元结算体系统当中给踢出去 就等于判了你这家银行的死刑 因为你没有办法再从事国际业务 你不要看有些媒体账号为了拨眼球 整天嚷嚷 这个国家放弃美元了 那个国家放弃美元了 今天全世界的国际结算 仍然有超过七成是通过美元进行的 作为一家企业 你能绕得开美元吗 所以这就造成了 欧洲的银行不愿意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 去给这套系统提供服务 因此呢 Instax仅仅是在现在这种环境下 欧盟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 为的就是尽可能的减少给欧盟企业所带来的损失 未来很可能就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欧盟呢 在人道主义范畴内 用Instax维持最低限度的对伊朗贸易 至于说 拉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 欧盟绝不会那么做 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彻底得罪美国 欧盟是一个在安全利益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欧盟 尽管跟美国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 但是咱们作为旁观者 千万也不要想太多了 欧洲美国之间的分歧 上个世纪就存在 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断过 但是分歧和分裂是两码事 对此大家有个清醒的认识 感谢 万人 安 优优独播剧局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